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公主 四殿下回来了 四殿下惹怒了圣上 受了罚 怎么会受罚的 你要不要紧啊 无妨 我还有事要处理 我先去书房了 你站住 你站住 你什么意思啊 你心里到底有没有我 哪有人新婚之夜 丈夫以夜未归把新娘子留在房里一个人的 清衍 我房里备了你最喜欢吃的点心 走啊 你也没吃了吧 我屋里还有金窗药 是我们运气在 你够了 叶浅 我真的累了 你也累了 早点休息吧 你咳咳 我想你 这个臭丫头 她小姐被我惯坏了 她哪受得了这样的罪啊 现在肯定在房里闹个不停 老王爷 怎么样 老王爷 小姐 小姐她不见了 什么 不见了 奴婢奉命前去浅约阁 太望小姐 看守的人说 这几日小姐十分安分 并未吵闹 奴婢觉得不妥 便进门查看一二 谁知 谁知房中空无一人呢 云爷爷 云爷 云爷 云爷爷 胡闹 简直是胡闹 云爷爷 浅月也许 是在房间待着太无聊了 出去玩一圈啊 就回来了 是啊 爷爷 您忘了 她是天圣出了名的顽固 只不过 一时贪玩罢了 你们俩个小糊弄我 她肯定是去找容景去了 你俩知道吗 她现在跟在景世子的身边 那是有生命危险的 简直是愚蠢至极 快去 把她找回来 快快去啊 是 走吧 岳姐姐 原来你就是慕容家的二公子啊 小时候经常一起玩耍 后来一别多年 没想到 你竟然是去了天雪山习武 岳姐姐 大哥吩咐过我 叫我不要轻易暴露自己的身份 否则我早就跟你相认了 不过我真没想到 没想到什么 没想到你跟我大哥在一起了呀 都怪我 去了那么多年 小时候我们青梅竹马的感情 就这么被我大哥杰足先登了 还是这么爱开玩笑 小姐 我跟贤哥去打点水回来 那我跟你们一起去 顺便找点吃的 先走了啊 好 洛瑶姑娘有心事啊 没事 只是云老王爷 与当年慕容家的冤案脱不了干系 可如今世子又跟云郡主这般 怕是早已经把国仇家恨抛至脑后了 他们情投意合 你我心知肚明 如今更是生死与共 公子不会放弃郡主 郡主也更斩不断情思 可是他们根本就不应该在一起 为何 洛瑶姑娘百般阻挠 当真只是为了大业吗 你刚才说什么 慕容家的案子和云老王爷有关 当年慕容家的冤案 就是云老王爷盖棺定论的 如此冤假错案匆匆了事 你说有没有关系 哥 当年慕容家被灭一案 是不是云老王爷进办的 你听谁说的 原来你早就知道 你明明知道他爷爷跟我们全家被灭脱不了干系 你为何还要跟月姐姐 不合 你为何还要跟仇人的孙女纠缠不清 爹娘的死你忘了吗 案子我会查清楚 仇我也一定会报 你现在眼里明明只有儿女情长 哪还记得爹娘怎么死的 我没有 我没有 灭闷之恨你眼里还有没有 你现在在干什么 你简直太让我失望了 所以你打算如何呢 你觉得以我们现在的能力 可以以卵及时去报仇吗 哥 你怕了 我身边剩下的志气已经不多了 冯儿 你叫我如何不怕 好 你怕了 我自己去 站住 是谁教你这般同兄长说话的 爹在的时候 眼里只有大哥 让你练舞不过是为了强身电梯 最终目的是要培养你为国之动量 而我 自小便去天雪山勤奋习武 只因爹说只要大哥在希望便在 为了这一句承诺 就算练舞再过 我也从不抱怨 因为只要保护好大哥 就能保护好慕容家的荣耀 可大哥你 现在和仇人家的孙女 纠缠不清 把父母之死抛之脑后 你对得起九泉之下的父亲吗 容风 大哥 如果你还要和仇人家的孙女 纠缠不清 往后的路 我自己走 爹娘的仇我自己报 我回来了 我去找了点水果回来 你们要吃吗 爹 弟弟要去天雪山吗 是啊 陈安哪 要去天雪山拜师学艺 我到现在都还未拜过师 弟弟还小 若要开盟 直接把师父请到家中便是 锦衣 真的舍不得弟弟 锦衣啊 天雪山的武功他不外传 而天雪山的雪山老人 这些年只收一个弟子 至此啊 答应收陈安为关门弟子 机会难得 也是陈安的福气 陈安 记住了 到了天雪山 要刻苦习武 长大了 好好保护哥哥 爹我是哥哥 我来保护陈安 你别送走陈安好吗 锦衣 你别说得对 陈安能有这个机会 是他的福气 每个人生来都有自己的使命 你们终有一天 会明白这一切的 叶天忆 你身中的这支剑涂满了剧毒 一个时辰之内若拿不到解药 就会毒发身亡 你为了他 居然要杀我 是 早知今日 何必当初啊 我怎么跟你说的 不能心软 不能放过云浅月 亏你还是做大事的人 优柔寡断 婆婆麻麻 就像你这样 你 你 就喜欢你这脾气 某上亲夫啊 你舍得 谁跟你是父亲 有名 有识 还有人证 你别说了 脸皮薄 可成不了大事 说说吧 你接下来 打算怎么办 先发制人 等父皇在容景身上 回过神时 他必然要对付我 父皇城府一向颇深 抓了冷王爷 怕只是为了提醒我 早知道 就不应该上了你这条贼船 你现在 还来得及 如果失败了 绝不会牵连你 你依然 还是可以做你的秦都官 我 既然答应 与你共同进退 就没有独自抽身的道理 倒是你 千万别让我失望 好 真的要任由容风去吗 如此冲动行事 怕是会惹来危险 我已经让上官去跟着他了 这孩子年少冲动 做事不计后果 容易惹出祸端 不能任他胡来 其实容风做的也没有错 我们身为齐国人 当然不能忘了灭国之痛 更何况是慕容家的血海深仇 你不用一直提醒我 这件事情在我心里 是会毕无一声去做的 但是复国这件事 我是不会参与的 姑娘今后休要再提了 可是世子你要知道 报仇就是复国 如果不复国又弹劾大仇以报 我们末阁颠沛流离多年 终于等到今时今日 又弹劾放弃 倒行逆施之事 岂是人力可为 世子医术高明 自然知道久病之人 反而不容易暴毙 那是因为 他们全靠一口气撑着 而这口气就是不甘心 末阁走到今天 道理一时如此 如今要卸下这口气 只有两种可能 一是死 二是赴我大旗 你知道我要说什么 无非就是劝我放弃罢了 不是 我是怕你熬得太苦 太累 世子如今被一个女人 迷了心智 可是封公子说得没错 你和他 终究不是一条路上的人 这件事情 就不劳姑娘费心了 你不劝我 皇上有纸 全城搜捕绒警 全城搜捕绒经 阁主 留着他终究是个麻烦 阁主是要杀了他 交给我便是 杀了他锦世子不会善罢甘休的 得想一个办法 让他从我们眼前消失 改天我们再去那边看看 那边好像有更多好看的花 云郡主 洛瑶姑娘 我是来给你道歉的 道歉 之前我一直对云郡主不太友善 是觉得你蛮横无礼 并不适合锦世子 没想到云郡主深明大义 希望你不要怪罪我 没关系的 我知道洛瑶姑娘 都是为了锦世子好 现在巫会解除了就好 想必你和锦世子 已经思许终生了吧 思许终生 云郡主不要误会 我是想跟你说 虽然我们颠沛流离在外 但是锦世子 毕竟是我们齐国之人 在齐国有这样一个救赎 凡是家中嫡长子成亲 这未婚妻就需要去洛水边 为家中众人祈福 所以我想借这个机会 请云郡主去洛水河边 帮我们莫格众人祈福 这样我们在外面 无论遇到什么样的事情 都可以平安归来 好啊 我也希望大家都可以平安 小姐 那我陪您一起去 我也去 好 云郡主 这彩莲姑娘和贤哥 并不是我们莫格中人 如果有外人前去 恐怕就不会灵验了 不用了 我自己去便好 反正就在山脚下 一会儿就回来了 这个是我刚摘的野花 送你了 我先走了 我先走了 走 魏将军 我们要不要动手 不着急 有云浅月出现的地方 荣景必定也会出现 贤哥 主子 浅月人呢 我院子里寻遍了 也没寻找他 主子现在是越发 离不开郡主了 郡主不过是去河边祈福 才这一会儿 主子就四处寻人了 别乱说 祈福 什么祈福 不是齐国的习俗 敌长子新婚 新娘子要去洛水边 为众人祈福吗 谁偷你说的 洛瑶姑娘啊 不好 军主 你们要干吗 乖乖跟我们走 否则别怪我们不客气 你们要干吗 乖乖跟我们走 住手 世子 让开 浅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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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景世子 好久不见哪 奉秦督官之命 斩草 除根 就凭你 给我拿下 是 主子 小姐 这是怎么了 是谁把我家小姐 祸害成这样 我一定要将她 千刀万剐了不可 小姐 我为何要这么做 我从来没有想过要伤害她 我只不过是 你还在狡辩 公子 再大的怨气 也不能拿剑对着自己人 自己人 她若真这么想 又怎会对浅月下如此毒手 她不过是想逼着我们帮她复国 是又怎么样 大丈夫本来就应该以国家为先 公子沉溺于温柔之乡 忘记自己的国仇家恨 忘记自己身为齐国人的使命 而她 就是罪魁祸首 若再有下次 便是我容景的仇人 好自为之 你 春雨落尽西湖有枕满梦上 开伞千繁华满梦在飞扬 绝不知梦外的年怀无相 彩莉 这首曲子是谁教你的 是小姐 我只听她唱过几次 小姐说 是她娘告诉她 遇到危险的时候 就唱这首曲子 就不会害怕了 就可以欲难成乡 可那是我唱得不够好 小姐到现在都没有醒过来 剑哥 你带着咱俩去休息吧 走吧 原居主她一定会醒过来的 我 你没事吧 我来给你唱首歌吧 红尘雨落尽 心忽悠 枕满梦梢 弹散千繁花 满雾在飞扬 却不知梦外的年华 如流水似月光 留不尽痴情却换来感伤 往前走前阵 享受我亮亮相望 这颗心何时会停止流浪 伸出手紧在咫尺海 是你身在远方 是不是思念比爱更漫长 远远是你 对不起 多怪我没好好保护你 害你和我亡命天涯 还差点丧了性命 浅月你知道吗 我自想命运多穿 虽大难不死 却被寒毒折磨半生 心情自是清冷凉薄 直到我遇见了你 方知何为坦率 情深不悔 可是你遇见了我呢 尔氏救我于危难之中 现在又为我抛家弃过 生死相随 我若不能护你周全 或以太平 但是我容情 恃不为人 怎么少了两匹马 他们居然 居然不带我们一起走 秦云 你醒了 容景 我们这是在哪儿啊 什么都别问 我保证 从今往后 绝不让任何人伤害你 你身上有伤不能见水 这些日子 就先用这个办法 简单打理一下 真希望这伤 一辈子都好不了 佩佩佩 瞎说什么呢 你的伤 肯定很快就会好 待我伤好之后 你还会像现在这样 为我沉起疏头吗 不会 等你的伤好了 就该你替我梳头了 你能再合一合那首曲子 给我听听吗 哪一首啊 小时候 我从慕容府逃出来 被追兵追杀 险些丧命 是一个小仙女 把我救到了山洞里 他哼了一首 是我在这世间 听过最美丽 最动听的曲子 原来那次 我救的小男孩 就是你啊 是啊 我从没想过 有朝一日我再遇到他 他竟成了一个 王库霸道的小魔头 可还是占据了我全部的心思 那你 你为何会成为锦世子啊 后来是老荣王收留了我 自那之后 我变成了荣景 抱病十年不出 只为掩盖身份 原来 咱们俩的缘分 是从小时候就注定了的 亏我还以为 你一次次救了我呢 看来是我救了你 那你要怎么报答我 谦云 认识你之后 我便真的相信命中注定 我有一样东西要送给你 这是 这是我娘留给我的玉簪 如今我遇到了你 她也终于有了新的主人 真好看 可是这是你娘的遗物 会不会太贵重了 我娘常说过一句话 有家的东西 都不是最珍贵的 无价之爱才是 你孝敬云老王爷 真心对待身边的每一个朋友 我的前院 是个内心善良的姑娘 对我更是至死不渝 生死相随 既然上天安排了我们在一起 我们一定要不负时光 不负情 经历过这么多磨难 只要你还在我身边 我就心满意做了 我帮你戴上吧 嗯 好看吗 好看 我没想到有一天 你会这么平静地接受我 我知道 你还有你的责任 你还有你未完成的使命 可如今 你可以抛下一切 义无反顾地跟我在一起 我真的很感激上草 让我即便跨越千年 也能等到一个你 为了你 万年为月已等 愿在一 而为零 成花守之余方 愿在长 而为待 恕窈窕之仙身 愿得一人心 百守不相礼 受了伤 还泡这么久不出来 我们该回去了 你不出来是等着我把你拽出来吗 把衣服给我 拿啊 拿过来 你自己没手啊 我手受伤了 你又不是不知道 我怎么拿呀 一点力气都没有 更何况我服了药 需要即刻更衣 一旦见风药效全无 而且很容易染上升级 以前贤哥在的时候 都是他帮我拿的 如今他不在 你也不能眼睁睁看着我生病吧 那算了 反正左右都要生病 我自己消瘦吧 无妨 这么严重 那我给你扔过去吧 你接好了啊 万一你扔到水里 我接不到的话 那不就更糟了 那我可就真出不去了 怎么这么麻烦 好吧 那 我给你送过来 那 够不着 不愧是锦世子 真难做 那 再进些 衣服我给你送过来了 你爱穿不穿 你干吗 你不来管我 谁来管我 你放开我 不放 你真不放 不放 好 这可是你自找的 你别怪我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 之前跟你讲讲客套 装着书呢 你就真以为本郡主是吃素的 你这个女人 还真不知道脸红啊 我脸红了 但是脸红不影响我看啊 好啊 既然你看都看了 可要负责 负什么责 负什么责啊 现在可还敢说跟自己没关系 讨厌 讨厌 嗯 喜欢 让开 你瞧瞧你 都这么大的人了 还磨磨蹭蹭的 不能照顾自己 看来往后的日子里啊 只能由我代劳了 免得再殃及旁人 什么殃及旁人啊 什么意思 眼前月 你可愿嫁与我容敬为妻 从从好让我来照顾你 一生一世 我愿意 你可愿意 自己运辱 你可愿意 不能 我愿意 你可愿意 这对女人 我愿意 你可愿意 乱动 我你了 你 еpe 你他让我愿意 他愿意 渐渐容轻断年长 念念又不忘 温落花弹西洋 离去的彼岸是我的天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日荣景 以风月为世 云浅月 无一生之旗 他生 我生 他亡 我亡 他嫁 我取 我与他相知 长命 无绝衰 风月若知我 当已我写 祭京会 无论今后是泯于尘埃 亦或是高居庙堂 无论是历经坎坷 亦或是平安顺岁 容景 都将是我云浅月 此生唯一之爱 只此一人 至死不悔 一而白头 连绝疼 前几闹 情断连长 念念又不忘 温落花弹西洋 离去的彼岸是我的天堂 一月白头 连绝疼 连绝疼 沉连绝疼 沉连水梦中 你归来我身旁 梦醒时放爱 和平天悲恼 一而白头 连绝疼 一而白头 连绝疼 前几闹 情断连长 念念又不忘 温落花弹西洋 离去的彼岸是我的天堂 永景 你干的好事 娘子 我又做了什么好事 让你生气了 这么大的火星 你给我起来 怎么了 你看 这是不是你干的 这确实是我干的好事 我承认 你给我弄眉 快点 这个没办法弄眉啊 怎么没办法 那要不这样吧 你也在我脖子上留个印子 这样我们就算扯平了 公平吧 你做梦吗 你做梦 你想什么呢 你 你上瘾了你 是啊 给我老实点 都没法见人了 住在这个地方 不用见人的 知不知羞耻 你拿到我伤口 好痛 你给我看一下 喂 明明就是那只好胳膊嘛 你又骗我 修佛就那么好玩吗 每次都骗我 骗他 一日不见 一日不见人 若可三秋 果然撑不起我 我们不是一直在一起吗 我只是把和你相处的每一天 当做一年来算 这样让不满足 怎么办 凉拌 凉拌是怎么办 你教教我 就是用凉水泡浴 这样能管用吗 你试试看啊 不行 这样阴会染上风寒 你笑什么 你笑什么 对 读解说 满足 回忆 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